哈囉大家好我是丁盒 歡迎收看特好開系列 這是我們特好開第一集 今天開箱的是我家的新房 然後今天請到一個重量級來賓 九陽大名 佩德哥 不要這麼說 三五線上賞物 我準備要幫你講 你怕我會忘記介紹是不是 大家可以幫這個三五線上賞物 我去看一下 佩德哥幫我這個家已經介紹過了 在三五線上賞物也有一支 介紹這個建案啊 格局等等的影片 大家可以等一下去看一下 我們介紹比較多外面的東西啦 介紹比較簡單啦 但是比較精華在這邊 就是內部一些裝潢啊 深入 的細節啊 深入介紹 可能一些小故事會在這邊講一下 當初我買房 我本來預計 七月看房 然後我看大概兩個禮拜就簽了 七月初看 然後七月底就簽 而且你是不是沒有比較 看幾間而已 我其實很膽 我當初要買房 是因為 我有一個鄰居叫沙哏 沙哏他已經先看好 他決定要簽的那一天 他順便帶我來看 他在FB發文啊 他說 欸 我有A跟B兩個選擇 大家幫我判斷一下 他說A是多少錢 然後有view啊 什麼什麼 B是多少錢啊 什麼什麼 他把一些優劣都列出來 然後他說 當然選A 當然選A 大家都要選A 都好 那我要去簽了 然後我看完就覺得 A怎麼這麼好啊 你也順便帶我去看一下好了 我本來只是抱持一個好奇的心 我想說 看一下鄰居房子 結果一來也蠻喜歡的 欸 欸 不錯欸 真的不錯 然後我就開始 超快就圈拜了 我就突然突然入坑了 然後大概看兩個禮拜 因為真的真的覺得蠻漂亮的 而且就是看得到海 然後view又好 然後也不貴 就我負擔了幾 就覺得好 賣 不貴 你不能這樣說啦 跟台北市比起來 對啊 對啊 因為當初我租的那個地方 那邊一戶要快三千萬 啊這邊我才買 這邊買一千六百多而已 哦 海家車位嘛 對 海家車位啊 哦 那其實CP值蠻高的啊 對啊 CP值蠻高 然後這個沙發我也費蠻多功夫的 也是跑到 沙發的工廠去 挑材質啊 挑樣式 這是訂做的 訂做沙發 因為我蠻喜歡在沙發睡覺的 所以我跟他說我要坐很深 整個它可以整個做到底 腳都可以放上來 可以耶 就是腳可以溃上來 所以我 我其實搬來這裡快一年哦 我睡沙發跟睡床的比例應該差不多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介紹一下我的窗簾 我這個用調光簾 然後用電動的 我本來選 我也是窗簾選了很久 所以這邊也是後來加的嗎 調光簾外面這一顆 哦 外面這個是加的 且帶我娓娓到來 我本來穿了這個調光簾 然後後來因為鄰居嫌我吵 我的鄰居命來說 這幾天有點大聲 小朋友不太好睡 我的不音不連串來了 好啦 播放完畢 想必鄰居對於我的 細心並且體貼 感覺到相當的感動 它是電影院用的那種 劇院級的絨布 它就是上面是有絨毛的 對 它會吸音 對 它可以把聲音打散 對 所以我為了環境的聲音降低一點 所以又再加了這條這個 本來鄰居是希望我裝在那面牆上 因為我直播對著那裡 哦 可是 他們覺得是我聲音傳到那個牆上 然後震動傳遞的 所以他們希望我在那個 那面牆上裝一個布簾 但是那個隔音廠商來啊 大家先想看 他就說 欸 同學 你有上過物理課嗎 我說 嗯 有 他說 這個石頭啊 碰到聲音 它只會反彈 不會接收 所以絕對不可能是正面牆傳下去 他說 這是常識 他很兇耶 他很兇耶 我說 哦哦 好哦 是嗎 他說 你要做 我覺得啦 你做這個窗戶還比較合理 他說 你這雖然是氣密窗 但是以他的經驗來講 是透過氣密窗傳注意的機率還比較大 他說 就算不是你這個 隔音不連 你整個空間拉起來 他也是有吸音的效果 不過他講完我也覺得合理 而且加上 你看我坐那邊我要怎麼做 我坐那邊我是整個都擋起來 花那麼多錢做石頭 然後把它擋起來不是很難過 而且我那邊有一些開關啊 你懂嗎 牆上有一些按鈕我也被擋住了啊 然後還有一堆線材插座 會搞得很麻煩 你這張桌子也很厲害耶 這張桌子可以介紹一下 雖然我開箱過了 它其實不是桌子 這個是機殼 它只是剛好有兩隻腳可以立在地上 機殼 主機的機殼 你上來看 你從上面往下看 哇 哇 真的耶 裡面是電腦設備 而且這是升降桌耶 對啊 它是可以升降的 為什麼 這個 就是三個螢幕 三個螢幕啊 因為像我平常直播啊 我要看一個OPS 然後遊戲的主畫面在這裡 然後這邊要看聊天室啊 看觀眾說什麼 就需要三個螢幕 就是我比 欸嗨 欸酷炫 欸嗨 欸酷炫你怎麼在這 哈哈哈哈 這冰箱啊 當初我想要做 你嘗試的 櫃子的門打開就是冰箱的 對 但是我的設計師會錯意了 他以為我只是單純 希望把冰箱擋起來 所以他當初在這邊做一個 這個顏色的木門 然後就是我冰箱我還要先開門 然後再開冰箱 就我要先開一個門才能看到冰箱 這樣太麻煩了 就變得有點智障 有點智障 因為他們包含紅酒櫃也是那些 對對對 然後還有專門的冷凍櫃啊 他們整個跟牆面和櫃體連在一起 他整塊 整塊都他包 對 然後後來去找那個業者 他幫我評估他說我這邊只能放得下一台 通常家庭是會一次買兩台 兩台黏一起 然後一個櫃子包起來 這樣才夠用 對 對 通常是 但是他來這邊幫我量啊 他說因為我這邊是量嘛 對 所以不夠 所以我兩個 我兩個冰箱可能要坐到這裡 這邊會太窄 你兩個擺不下 一個不夠用 所以他建議我自己去外面 去買一台好看的冰箱塞進去就好 其實不會啦 這樣子也是還蠻好看的啊 但為什麼這邊凹豆 凹豆 是假的啊 你打的 我頭撞進去嗎 凹一塊 真的耶 那為什麼凹一個豆嗎 反正那時候其實我堅持 我說反正我一個人住 放一個也沒差 因為我就想要好看 然後他極力反對 他說不行啊 你買這個你以後一定會後悔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 我這個人很有良心 還不錯 所以我後面那個 這個中島就是請他幫我做的 包含那個水龍頭啊 這整組都是他做的 我覺得你們這個很好看 你這個很好看 對啊 我那時候一進去啊 目錄打開 他叫我選水龍頭 我選這隻 他說這叫土豪色 土豪金啊 這隻真的很好用 又好看 真的很好看 你看他可以 還可以讓他出來抽 這邊是柯用衛浴 這也是都沒動啊 對不對 你衛浴 欸有我有動 看不出來 他其實蠻突兀的 你看得到他原來的顏色嗎 裡面這層 我是直接包上去 我沒有在 我沒有把它打掉 哦 那也是一個阿嬤色 我有點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又 那你這樣花很多錢 你為什麼不弄塗料 把它塗一塗 第一個是顏色不好看 那第二個是他檯面太小 因為他原來的 可能只有小小的一個區域 那我想要這個檯面大一點 我可以放很多東西啊 你都做了 為什麼不做下面 順便做櫃子 下面做櫃子 他當初有提議 但是 我怕潮濕或幹嘛 而且 我感覺我用 我覺得不方便 對了 你住在林口這麼久 你有覺得潮濕嗎 哦 完全沒有 完全不會對不對 完全不會 其實大家都靠北說潮濕 就要幹嘛 但我覺得那個應該算 就是你假如是老房子 我幹嘛 可能會有 但是像這種興建案 完全沒有這種困擾 就我連廚師其實都蠻少開的 偶爾開一下就可以了 也沒有遇過 也都沒有什麼 對 完全沒有遇過 而且 你附近 我覺得算採光通通都好 嗯 對 我們下一個空間 好 所以你最後兩邊都是這種滑門 對 我把它改成滑門 因為這樣空間變比較大 這邊是給誰睡 你朋友來喝醉了對不對 欸 你怎麼知道 你懂完 因為完全懂 我什麼東西都不做 就是 木頭鋪滿 你睡幾個就睡幾個 你要吐就吐 對啊 你隨便你怎麼樣 你隨便要怎樣就怎樣 來到現在 還沒有人睡過 家人有來過 家人有來睡過 所以買了一個墊子 欸沒有這個墊子其實 我告訴你這個墊子在幹什麼的 這有點好笑 這是 這墊子不是買來睡的 握踏嗎 我也不是 這是 買來隔音用的 我們鄰居普遍覺得我們浴室的管道間 可能會有聲音這樣子 所以為了避免我的聲音從管道間傳到鄰居家 我還訂了一個床墊把它塞起來 我給你們看旁邊 我訂製了一個床墊 啊就是這一塊啦 就是這個 因為那時候鄰居說 他懷疑是 他覺得是從浴室傳下去的 這有可能喔 對但是 但是我為了模擬隔音門的功能 我去訂製一個一樣寬的 好吧 最後我們去一下丁特睡覺的地方 好 是嗎 對我睡覺的地方主臥 床的部分 就是我去一間叫做 good dream 在挑的時候 他每一張床都好爽 然後他介紹的天花亂醉什麼 獨立什麼桶什麼鬼的 還有什麼專利 講好多 然後每一張躺起來都 我都覺得不錯 就我選不了 然後最後我就看到說 欸這張是Hilton的 Hilton飯店專門的 我就說好那你給我這張吧 而且你選了一張Kingsize的 欸這好像是訂製的 欸我不知道他本來就有還是訂製的 應該是 我有點忘記 應該是有這個尺寸 可是你要特別叫 他平常可能很少賣到這個尺寸 而且他的價格也 好像三四萬塊 三四萬塊算不貴吧 算中等啦 對啦就以床來講 然後這個老闆還很好 他說你買床 然後他送我枕頭 送我兩顆Hilton的枕頭 所以大家如果 需要買床 可以去信義成品B1 Good Dream Good Dream 所以你有去試堂 有有 他現場很漂亮 在信義成品B1 那個那邊有展間 沒有啦 買床一定要試堂 對啊那個試堂 喔好舒服 每一張床都很好睡 床顧及著 每一個人的睡眠品質 尤其就是像你這種 日夜顛倒的啦 嗯哼 睡要必須睡得很好 你這個也是設計師建議的 對不對 我這個其實遇到一點Bug 我本來裝這個調光簾嘛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中間會透光 對 是啊 然後我很常直播到天亮才睡 然後早上那個 你要全遮光 對 沒錯沒錯 因為它會一整條光直接射下來 會睡不著 所以我就再加一個這個 你裝完這個以後發現這個好像沒用 也是有用啊 沒有 真的沒用 真的沒用嗎 不是啊 因為你只有開漢光而已啊 因為我知道這個斑馬簾可以半遮光啦 對啊 可是你會拉嗎 不會 不會嘛 所以就沒用啊 對 我想 我想說服自己沒有浪費錢 沒有我一看就知道你這幅從來都沒有在拉的吧 所以這也是兩間打的對不對 喔這邊 可能要解釋一下 這邊有點複雜 就是 它原來的走道其實是到這裡 哦 就是 原本這裡 我知道 牆面的走道是在這裡 對 然後走到這裡呢 這裡有一扇門 往裡面推 就是這個小房間 我覺得我整個空間都是走道 太長了 所以我把走道一段吃進來 我知道 你覺得你走道空間太讚 吃太多了 我把它吃進來 而且這邊原本也是一道牆 就是主臥跟小房間的牆壁 應該是在這裡 然後這 這道牆在的時候啊 我覺得 這個浴室很難用 就你想像一下 它變很窄 很窄 就 欸這個是短間耶 裡面放我一些 其實我沒什麼手上 就是放一些我用過的鍵盤花束啊 大家這是你的十萬訂閱 對這是我的十萬訂閱 對我唯一 可以收藏的應該是這個吧 我收藏被我打爆的鍵盤 敲壞的嘛 敲壞的鍵盤 我的H勃起來 H鍵勃起來 毀了我的肩膀 然後這邊有掛一些比賽的一些衣服啦 對 這個是戰隊的服裝嘛 這個是我的戰隊的 欸這個是現在的 現在 這是 owner 就是 戰隊老闆 然後我們戰隊衣服 啊這個是在 當選手打比賽的時候 這是 就是每一年的明星賽 2015的明星賽 的外套 然後 對啊 欸其實蠻屌的耶 這是16年 欸這16 16 16 是16年的ALLSTAR 哇 直接打到底 虛弱還沒下喔 這一波在賭最後 哇 雖然虛弱下了 不過還是被補點給點死 這一波如果 讓丁著吃到 果子 或者是拉開距離的話 他可能有點 這邊是直接看起來 直接跑不掉了 直接看起來就倒了 第五 二比零 打下了這場比賽 五分鐘 這場比賽是 最快的 也是說是明星隊的 對啊 這是明星賽的一些紀念味道 過來這裡 應該也都沒在穿吧 沒在穿 穿著走出去外面應該很屌吧 應該很窄吧 哈哈哈哈 這房子要先講 買之前 買之前其實就是 很一波三折 大家買房子真的要注意 你還沒簽約前 會覺得建商 哇 人好nice 怎麼這麼仁慈 怎麼這麼客氣 人怎麼這麼好 你名字簽下去之後 你必須付錢 買下這種房子 所以建商對你的態度 會馬上 對 反正你已經 是他的甕中憋 對就是甕中憋啦 對啊 然後就是我簽完之後啊 然後自動房子在 燕屋的時候啊 跟建商產生一點糾紛啊 然後你燕屋有不高興 對有產生一點糾紛 然後 其實也算是小事啊 其實燕哥說起來算是小事 但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好 我也覺得 建商後來解決的也蠻有誠意的 哦那這樣就好 但我覺得他 解決的誠意是源自於我找了很多人來幫忙 就我找了一個律師 當初我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在FB發文 就有點類似抱怨兼求救 就想說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糾紛這樣子 然後 我有朋友就介紹一個律師給我 陳義文 陳律師 所以我跟這個律師是數位磨面 只是知道我是他朋友的朋友這樣子 對然後他就很幫忙 我上網找的律師啊 處理房子糾紛的其實偏少 主要律師都是打什麼形式訴訟嘛 對但是這個律師剛好 他很特別 他是營造業出身的 然後去考律師 所以他對這種房子類型的糾紛 他都很熟 所以我第一通打電話給他 我們大概講了十分鐘 這個糾紛大概糾結了我一兩個月 那十分鐘講完我就覺得 哇豁然開映 就覺得感覺得救了這樣 所以後面他就幫我處理啊 跟建商對接啊 然後還有一些談判啊什麼 然後建商又拿出誠意啊 然後那律師還帶一堆什麼 什麼土木工程師來 就是一些真的很專業的人來 然後有跟他們去討論一下 這邊的營造 對有跟那個工地組 那叫什麼 啊所長啦 所長啊 對就工地的所長 然後就我們合約有去補充一些條例啦 來保護保障我的權益 可是你已經買完了還可以修改合約 對所以就是律師蠻厲害的這樣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我要去打官司 有機會贏 但是一定一拖拖好幾年 對 而且建商背後的律師團 要怎麼跟你磨你也不知道 都是很厲害的 對啦就是乾脆就我們講好 然後付諸一些保障我的條約這樣子 就結束了 那不錯不錯 我當初想說七月買完啦 然後可能我年底生日 我想說生日前應該可以住進來 給自己個生日禮物 對我原本是這樣算 結果 我到生日前都還沒開始裝潢 我好像裝到六月初才裝好 最後整個買房整個過程到租金來弄了十一個月 總看房 這很煎熬耶 真的蠻煎熬的 這一整年超累的 而且錢都已經付下去了 對不對 錢都付下去了 所以這提醒大家買房那個簽約錢多比較多想 多想一點 因為簽下去後就是你有那個折鈴無症 因為那時候 遇到那個糾紛其實我不太想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直接說你讓我退啦好不好 你就讓我退 那我乾脆不要買 對啊不然我去跟你鬧你也是勞民傷財 沒有他覺得說沒關係反正我準備一票 對對對他就是 我就是不讓你退啊 我賣了就賣了 真的啊真的就是這樣子的啊 所以不能隨便亂簽 你簽下去就就是你有責任付款 所以你無論遇到什麼麻煩 因為其實房子很多美港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都必須要去解決 不錯啊很好的分享啊 所以我拍這個房子要先謝謝陳律師 對讓我買下這個房 過程中有解決到很多問題啊 我買這個房子是要感謝很多人 然後因為我都自己一個人弄 很多東西我都不懂 然後還有我鄰居那個 鄰居的老婆 叫優格 他也幫我很多忙 就我什麼不懂 我問我鄰居 就是我那個朋友叫沙根 他說嗯我不是知道有這東西嗎 我說好 然後我就開始問他老婆 就全部都他老婆 那我等一下知道嗎 我問他他都一問三不知 這邊裝潢都是 對像很多裝潢的細景 還有一些什麼管委會 跟管委會要溝通一些事情 我都不懂不會 我都問我鄰居 欸對啊謝謝我設計師 西城設計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參與 我只跟他說 我客廳要打通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其他隨便你畫 然後我講完之後 我說那個有觀眾要抖內我食材 你可以畫一點大理石 然後他就花了超多的大理石 就每一片牆全部都是大理石 所以現在的牆都是 那個觀眾抖內的嗎 欸 這又是另一段故事 我們為了去拿那些食材嘛 對 就圖面畫好之後 我們要去現場看食材 然後就跑到花蓮 就跑到花蓮一間叫惠佑的食材廠 那個就是我觀眾家裡 他爸爸開的 他就叫我來 他說特哥你來 你要什麼石頭你就挑走 然後我去挑了發現第一 食材有點貴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第二就是 因為他家主打是灰色系的石頭 但其實我比較喜歡純黑或純白 對就像這電視場就是 就是那種白色的 所以最後我看一看 我有keep一些名單 然後他也有建議我可以去 去其他地方再多看看 對然後又很不巧 就剛好我回台北沒幾天 又有一個觀眾就 就來聯絡我說 欸特哥我家 我家也是賣食材的 對你要不要來我家看看 我可以送你石頭 欸粉絲都很大方 都送我石頭 然後我就去看了 第二個粉絲家叫 星盛 滿大間的 他是連鎖的 對 就是北中南都有 然後我去他家看哇 我就看到一塊很漂亮的石頭 就叫雕刻板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電視牆這個白色 還有後面這個矮貴 這個白色都是同一塊 他叫做雕刻板 然後我就看到這石頭 我覺得超漂亮 我就跟他說 欸我想要這個 但我那個粉絲有點面有難 所以說特哥 這個可能 不行這個可能要問我爸 就是 他說這很貴嗎 然後我了解一下那個價格之後 就說好那算了 就我跟你買 我跟你買 因為那個價格他要送我 我也不好意思啊 你猜一下正面 就是我正面電視牆多少錢 要20萬吧 正面坐起來 該不會要50萬吧 這邊坐起來大概要80萬 這邊要80萬 這邊要80萬 所以 你要不要摸一下 他紋路其實很漂亮 但是被電視擋住了 我其實有一度 為了這個電視牆 我想說不要裝電視好了 他有給我 蠻優惠的價格 但還是很貴 沒辦法 這個石頭就是這樣子 大理石就是沒辦法 那所以那一塊也是嗎 這塊叫做夢幻山水 這塊是他們家獨家的 對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三片加起來 大概20 可能不用20 可能10幾 10幾20萬就有了 這個比較便宜 這比較像一般的價錢 對這個就是比較一般價錢 可以啦 就這樣子啦 錢就是這樣花的 錢就是這樣花 然後 裡面 我加很多石頭 客廳部分的食材就是 巴黎那個新盛的那個觀眾 幫我弄好的 然後給我蠻優惠的價格 實際沒有花到 百萬這麼多 然後再進來這邊 這邊就是花蓮觀眾送的 這真的是送的 斗內的 對這個觀眾直接抖內的 因為不然他是覺得他都沒有送到你東西 對因為他的石頭 這一片可能應該幾萬塊 10萬塊以內 就沒有到很浮誇的價格 所以我拿的比較心安理的 謝謝謝謝惠優 謝謝惠優的石頭 還有這個中島 我覺得整間房子CP值最高就是中島 這中島15萬 而且朋友來都會在這邊吧 對啊 就很漂亮 好看 這個主事 就是一進來 很搶眼 這一塊 對啊 你就是每個人家客餐廳 總要有一個地方 像 你就有兩個一個是電視牆 嗯 電視牆也是很搶眼的 然後另外一塊就是你的中島 因為中島間餐桌了 嗯 但你真的應該沒有在那邊吃飯 你會快快坐在這邊吃 我會開始預設 搬進來前我告訴自己 我每一餐都要在這裡吃 我不要再坐在電腦前 一邊玩遊戲一邊幹嘛一邊吃 這樣分神會消化不良 然後從來沒來過 這從來沒來過 不是啊 這個這麼漂亮 這個變成我的外賣 就外賣拿進來放著 然後忙到一個段都拿過去吃 好那就這部影片就到這邊了 大家可以到 配得三五線上賞目去看一下 另一部 另一個版本的介紹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拍快三個小時喔 你太能聊了 跟你聊 跟你聊天 沒有吧 你本來就那麼能聊吧 你直播一開都單六七個小時耶 跟你聊天我都想到我爸 這跟他有朋友 好那我們今天這集 房屋開箱影片就到這裡 感謝TEDER 朋友們解說 這樣嗎 大家也可以去三五線上賞屋 看一下另一部影片 那今天就先這樣 感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今天做的 打扮 不用了 這樣 記得 麻煩 萬惡 在庭